才华继续去读出富贵英知己自由 大家好我是大传法师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三国 这是最小的一个可以分权的单数就是三 就是你从数学上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比如一的话这是个单数 但是它是一个集权嘛 我们讲三为一体 你变成一的话 它就什么的什么玩法都没有了 而三的话 它就产生了各种的博弈啊 还有各种的制衡啊 所以就是比如说三足鼎立啊 三权分立啊这些东西 喜欢的并不是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历史 而是我们喜欢这个当中这种互相之间的什么 联盟合纵联盟的变换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觉得是日本对三国时期的一个 这个痴迷的一个理由吧 这个光荣的游戏当中这个曹操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日本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我们讲做叫做是幕府将军的历史 那么当时的日本呢 我们讲这个从这个原赖朝建立这个联昌幕府 直到这个就是德川家康建立的江湖幕府 在最后明治天皇明治唯新为止的这个大概是将近 联昌幕府大概是一一一九二年吧 还是一四九二年 我忘了大概六百年啊 不是一千多年 那么当时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天皇在京都负责这个文官系统 他没有实权负责很多礼仪上面的东西 学习文化 然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幕府呢 由这个叫真夷大将军诸侯里面最脱颖而出 把持着这个天皇 然后来统治剩下的其他的这个各地的土豪 而那些各地土豪呢 都有这个自己的赋税权 还有军事武装权 当时的日本呢就没有官僚制度 曹操叫做是邪天子以令诸侯嘛 所有的这些将军都觉得我们是邪天皇以令土豪 为了学习曹操的各种东西呢 他们他们对三国的兴趣呢 也就提升了很多 这是我认为啊 三国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高的一个理由 顺便我们就讲三种的奇里斯玛 这个叫日文叫做卡里斯玛 这个是从德文来的 据说是马克思韦伯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然后中国好像是翻译成奇里斯玛 所谓的奇里斯玛呢就是他能站在人之上 作为统治者能作为政治领袖 这个叫做奇里斯玛 不管是你公司的这个社长 还是你国家的主席或者说总统 他们必须要有一些超越平常人的一些能力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然后他们才有可能具备这个政治领袖的气质 马克思韦伯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有三种奇里斯玛 第一种就是叫做神圣性的奇里斯玛 第二种是叫做亲和性的奇里斯玛 第三种就是说服性和理性的这个奇里斯玛 那么所谓的什么叫做神圣性的奇里斯玛 其实就是取决于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取得的成绩 最终的就是看你的结果 最近的这种就是神圣性的这种奇里斯玛 更多的取决于这种在体育竞技里面 我们会因为哪一个人赢的比较多 成为他的粉丝 篮球之神乔丹 我们为什么会把他叫做神呢 是因为他确实他的胜率非常的高 就是说他六进总决赛六次夺冠军 对于未来的预测才能够构成这个神圣性 我们去看一个人能不能预测未来能力 实际上是看他过去的胜率 就好像我们去看巴菲特一样 就是说我们觉得巴菲特买什么股票 我们就要去买什么股票 是因为他过去做的那些股票都赚钱了 他就是有他的神圣性在那里 如果一个人就是他过去的成功体验 特别特别多 比例特别这么高 不接近百战百胜吧 也就是说他做了十个决策 八个正确的话 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啊 会追随着他的决策 因为呢他这个胜率 证明他是非常厉害 不管是他是智力上的厉害 还是说这个运气上的厉害 就是他这种厉害呢 会导致这个人民就是盲目追随着他 在买股票上买了十只股票 十只股票都赚钱的话 那么你会不会跟着他去买股票 我们讲这个神圣性的齐里斯马 因为他的结果特别的好 所以他得到了人民的追随 他成为了一个领袖 很多是跟战争和就是赌博 和这种概率论非常有关系的这种齐里斯马 他们的很多这些行为啊 一定是在这种有很大风险的领域当中 就是成败肯定是百分五十以下的成功领域里面 他连续成功了好几次 那么他就产生了神圣性 很长时间呢 这种神圣性的齐里斯马 大部分都是由军事军事人员 包括五家来承担 就是赢的次数很多的话 就代表他们这个直顿里追随 我之前看万历十五年 他有讲过 就是说这个文官和武官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这个文官和武官 文官讲的是调和阴阳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矛盾 然后他当中获个悉尼 然后说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这就是文官的思维是吧 武官的思维呢 就是不一样的 他不能够调和的 他一定要是孤注一掷的 所以五官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成功啊 存在着非常大的随机性 他并不是说一个 叫什么叫一家功成万古库 一家功成万古库是 一万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 而你一旦成功 你就具有了神圣性 是吧 所以就是五官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那么他每次机会 他都必须要孤注一掷 把自己的所有的都投入进去 那么他才能够升官发财 不要发财了 就升官升职 然后晋升到这个将军之位 所以就是说 所以五官的这个神圣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五官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就是说这种小概率事件的持续成功 是导致他具备神圣性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当时那个万历十五年 这个黄仁宇就说了 比如说给你五千兵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将领 是吧你只有四面墙 一个墙一千二百五十 五十个人五千兵了 是吧 那你这个真不能做五官的 你这是绝对会输的 大部分的五官都是说 在一面墙步五千兵 或者是三千两千 两面墙这样步法 然后就是拼 拼你会往哪面墙过来 然后我就打你是吧 就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五官不可能说每一面墙 我面面去到一千二百五十 那你这人家就输了 人家优势兵力打你一个墙 马上就把你给就给灭掉了 第二种奇力丝马呢 我们讲这个叫 亲和性的奇力丝马 也叫表演性的奇力丝马 它具有特别高超的观察力 然后呢 具有很高的行动力 然后呢 它有那种征服人心的 这个空间演出的力 让所有的人感觉到亲切 这种亲和性的奇力丝马呢 也非常容易成为人上人 因为它确实很会做人 那么在它周围呢 就会聚集一群 就是对它产生景仰的人 然后呢 它就会在这一群人里面 成为一个自然性的领导啊 这是我们讲这个 亲和性的奇力丝马 那么亲和性的奇力丝马呢 可能就和那个 神识性的奇力丝马 相反呢 很多就是由文官来担任的 文官就是表演能力 就是说话的圆滑能力 说谎能力吧 也叫就是 第三类的奇力丝马呢 我们叫这个 说理性的奇力丝马 就是说它的 主要特点在于 它能够非常完整的论理体系 它有很高的逻辑能力 它能够用理性来支配 它的这个说服能力 那么它的所有的东西呢 讲出来都是非常非常 头头是道 然后说的你是雅虎无言 你只要讲道理的话 你就没办法说得过它 这么这种 而且呢就是特点 就是说这种 说理性的奇力丝马 主要是否定性思维 因为我们可能以后 我会再做一期 有关理性 这个我的看法 我认为理性的主要的 理性这个东西的 主要定义 就是否定性思维 就是让你不做 什么事情的一个 一个能力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 文死见无死战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都是说文官要去死见了 皇上要去做 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见他 不让他去做 就是你得否定他 文死见就是说 他一定是 就一定要对你说弄 一定要批判性思维 一定要否定性思维 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靠的不能靠理性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得靠感性 但是理性的特点 就是说去抑制 你这种动物性的本能 他主要的目的是 让你停止去做这些事情 企业家当中 现在是大量的出现了 这种就是 理性的这种奇力丝马 比如说乔布斯的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些演讲 你很能理解到里面 那个理性思维的这个存在 那么就是说 现在好的一些科技企业 正在大量的出现这种 就是奇力丝马性的这种 CEO 这个领导 说回三国里面的 这个奇力丝马的特点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 清和性的这个奇力丝马 应该就是刘备吧 刘备就是以演技出名的 以表演爱名如此出名的 然后就是 非常擅长搞社交 那么曹操呢 曹操的话呢 他的就神圣性比较强一点 就他前半生的那些战争呢 基本都赢了 所以呢 赢了之后呢 对他来讲就是影响非常的大 崇拜曹操人呢 基本上也是崇拜他的军事才能 很多程度上靠的都是一种直觉和赌徒的那个系列 赌徒的系列 所以曹操的这个 这方面呢 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们就讲关注之战的时候 许优专门过来 投降曹操 如果你换换一个角度去想 那个曹操当时他会怎么 当时许优来投降的时候 他会怎么想的话 那么实际上他也有可能怀疑 这个是袁绍的诈详记啊 对吧 袁绍派了一个许优过来 知道和你是同乡 那么就是知道和你有情意 让他来诈详 然后把你引诱到乌朝 然后再给你搞个全金覆没 完全也是有可能的 你不是说许优这个人 就完全能够信任的 但是呢 当时曹操就在这个赌注上面 就他就他就相信了许优 然后最后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 曹操呢 是叫 嗜好是叫魏武帝吧 就是说他实在是太能打了 他占军事能力实在太强了 刘备的那个嗜好是叫做昭烈帝吧 蜀汉昭烈帝 那么昭烈帝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很能打 但是我没有武帝那么能打 就是我就人生当中 就是打不过曹操 其他人我都不怕 这个说理性的这个 契利司马的话 在三国里面应该是诸葛亮吧 诸葛亮他的主要的 主要的特点就是 他讲话特别有道理是吧 神战取入 他爸死亡了 他这个理论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逻辑非常清楚的 这三种契利司马 我们还是 还是复习一下吧 就是神圣性的契利司马 亲和性的契利司马 和说理性的契利司马 这三个契利司马 其实我认为都是有死穴的 而且他之间 他会多少会有些冲突的 神圣性的这种政治领袖 他最大的死穴就是他世袭 就是说 你比如说曹操 如果说他的战斗能力 是最强的话 那么他儿子的战斗能力 应该是他的 最多是他的七成八成这样的 那不可能 不可能再超越他的父亲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那个赌徒心理就没有了 就曹操很多事情 他做这个决策 他是凭着直觉的敏锐 还有这个赌徒的这个性格 他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才能把这个做对的 如果你这个小孩 生于墙堡之中 什么 长于妇人之手 你就不会有这种赌徒 我就是我要孤注一掷 然后我在这个改变人生 这种这种想法 你所想的就是保守 就不要再去赌 所以呢 就是每一个事情的朝代 最后都是慢慢都要重用文官 他不会再去重用武人 一旦世袭 这个神圣性的政治领袖 就会产生就是一代比一代 没有赌博精神 然后就是逐渐退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比如说宗教的这些领袖 他要尽量避免世袭 宗教他讲究的 也是一种神圣性 他们这个政治领袖 他一定是要尽量的避免世袭 所以基督教是他不世袭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清和性的政治领袖 他就是这种靠表演的这个空间表演能力 我之前也讲了空间表演能力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范围比较小 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特别 人特别好 特别帮人 然后演技也特别特别好 然后让你觉得特别亲切 特别热情 特别喜欢他 但是呢 他的问题就在于说 喜欢他的人就那么一点 就他身边那些人 他很难 因为他不是像说理性的 齐里斯玛或者神圣性齐里斯玛 这种是可以影响大多数人的这个能力 他只能影响自己身边的人 他接触过的人 跟他见过面的人 就见过他现场表演的人 才能够受到他的影响 这个清和性政治领袖 是非常非常受限于他的这个交际范围的 那么所以呢 他的死穴就在于他的媒体 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大的集权的媒体的话 他就很难让这个全民 就是说很难让这个整体的那个百姓 或者说他统治的他的下面统治的这个人群 都对他产生同样的感觉 很需要这个极权性的媒体 这个某些领导上台的时候 他首先要做媒体政策 就是说现在这个媒体啊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权的状态 就是说自媒体啊 还有手机啊 这平台啊越来越多 是吧 实际上大家都不看同样的一个新闻 不会看同样一个镜头 对于很多这个政治人物来讲 他们每天看到他的时间都非常短 比如说我一周的话 如果说安倍晋三的话 我一周能看到他 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就我能花几个小时 去看我自己喜欢的偶像 去看我自己喜欢的YouTube YouTuber 看他们做的那个 看他们做的那些游戏视频什么的 但是我不会有很长时间去看什么 去看什么 安倍晋三 给我管我批事 我很少去看那些东西的 演技性的这种 亲和性的政治领袖 最大的瓶颈就遇到了媒体的问题 就是极权性的媒体不存在了 对他们讲 对这个人民的控制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一旦是出现了一个 真的是要靠演技来吃饭的这种政治领袖的话 他的特点就是说 他一定要对这个媒体进行大量的控制 尽量要减少你们所有的这些自媒体 或者其他的渠道 能够尽量回到这个极权性的 这个我们只有一家电视台 我们只有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节目上整天放他的头像的这种 这种状态才能够使他这个齐里斯马性 能够发挥的更高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定的 他的死穴就在这里 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真的是媒体 就是不断的在分权的话 你就很难通过你的演技去得到人民的爱戴 而说理性的齐里斯马 那就不用讲了 太理性了 就是我们讲这个叫机械理性 只有机械性的才是理性的 那么就是像什么乔布斯 或者说马化腾 但是其实实际上他们到最后的深处的地方 内心深处都有没有人性的一面 就是非常残酷的 是吧 理性要超过人性的 对他们来讲 就是说他们并不爱人 他们对人是没有像亲和性知识领袖 有那么高的爱情 他们对抽象性的东西是非常追求的 抽象性的 简单的 那些对他们来讲是最喜欢的 但是这个人的这些 比如说一个表情的微动作 摸了下鼻子 什么这些 非常琐碎的这种荣余信息 他们是非常不感兴趣的 而这个叫做亲和性的真正 也就是刚好相反 就是他们特别 特别在意那种特别小的动作 或者说特别小的语音的变化 或者说这个动作 这个手势 或者他们对这个荣余信息的观察 是非常准确 所以他们的演技 才能够点对点 精确打击 但是他对这个 因为他重视的这些荣余信息 这个小的地方呢 他就很难就是像这个 说理性西里司马一样 能够帮你整出一个逻辑 把它抽出来 然后非常简单的传递给你 这个事情呢 就是亲和性政治理秀 所做不到的 所以呢 这三种呢 就是互相之间呢 实际上是 是有点有点对立的成分在里面的 我对日本天皇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日本天皇呢 他放弃了很多繁杂的政务 他主要负责外交 还有包括 你说现在的这个天皇 负责外交 还有包括学习 还有开头视野 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这个礼节 他主要学习自己的 这个国家传统文化 然后同时要学习外国的 这个外国的礼仪 什么外交 什么外国的文化 这些 所以呢 天皇的特点呢 就是说 他的人生呢 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生在天皇家 你的人生就是 主要的目的是学习 然后学习自己的文化 学习这个外国的文化 然后你像天皇 最近这两个女儿 都是去的比较好的大学 而且他们的目标 都是学习国际文化 就国际交流 他说这个天皇 是应该有国际视野的是吧 他们这个天皇呢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天皇一直都没有实权 但是你认为天皇 他没有 他就不会有 有实权的一天吗 因为这个三权分立 其实这个日本的三权分立 这个日本天皇这个位置 妙就妙在这里 就是当你这个政府 如果是太过右倾 就是完全只有国内视野 然后再也不求进步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把天皇给搬出来 因为天皇永远在学新的 就是文化 在外国的新的文化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他主要是学习 学习自己国家的文化 礼仪 还有学习外国的外语 还有学习外国的文化 去皇军参观的话 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纪念 纪念博物馆的那些展示 他所有展示的照片 都是天皇怎么样学习 怎么学打网球 什么学习什么外语 什么的 你会看那些展览 学习书法 人生主要的时间都在读书 所以就说他的思维实际上比首相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政治家 就是人民选出来的政治家 他的思维实际上是更具有国际视野的 日本天皇是不去参摆金博神圣的 因为他非常知道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当你日本真正进入了非常右倾的时候的话 就像当年德川幕府一样 闭关锁过 这个时候 你把明治天皇搬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小年轻 而且他从小在天皇家里面长大 学习了很多有关西方的东西 还有包括对西方文明开化的东西 非常了解 他实际上反而是比较改革开放的那一个 所以天皇你不要看他没有实权 但是他作为一个棋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 一旦你日本有了什么三长两短的时候 天皇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讲了一下 有关日本的为什么喜欢三国 我同时也讲了他们的天皇 正义将军 还有这个日本土豪的三权分力 然后呢 还讲了一些这个有关三种棋里斯马之间的 这个非常肤浅 乱七八糟的东西 毛泽东那他毕竟是一个神圣性的棋里斯马 整体来讲毛泽东的 在他这个作为领导的时候 所做出的很多这个军事决策 其实正确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他神圣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新中国的神 虽然他后半生是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是受了那么多的批评 但是呢 还有那么多的中国民众 还是在追随他 你认为他们是愚昧吗 其实也不是愚昧 他们就是对一个胜率很高的一个人 表示的一种尊敬 所以毛泽东呢 他的个人崇拜呢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开国皇帝的 这个武功盖世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你可以说他这个不会治国 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天下 你说他这个治国乱七八糟 然后整天搞这个人际关系 互相践踏什么 搞文化大革命什么 你可以说他这些 但是他这个毕竟是开国皇帝 他的武功这个东西 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 所以他的神圣性 你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亲和性的这个齐里斯马 在中国这个历史上 凡是他是想在这个朝代当中 朝代当中他想上位的话 我们讲这个叫毫无寸功 现在就是很明显 这个说理的那个逻辑性 是整体来讲 现在的媒体是非常非常的弱 这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写这个中美贸易战 居然会写说什么 因为美国你等着瞧 我们大不了就是完全终止中美贸易 是吧 理论逻辑 逻辑链你有整理过吗 美国是因为你中国有那么大的贸易逆差在那里 所以他希望你减少一千万的贸易逆差 然后我们再来再来谈下一个问题 是吧 那么你现在说我直接就中止中美贸易 那你就说你直接帮他减了三千多亿的这个贸易逆差 你不是刚好正中他下怀吗 美国人巴不得已你停止了所有的贸易 那你这个环球时报你不是帮美国人 美国人说话吗 你还把中国中美贸易完全终止 我就想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高级黑是不是啊 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明是一个亲和性的这个奇里斯玛在台上 一个人可以被称为奇里斯玛就代表他是人上之人啊 他是有超人的能力啊 他是应该做领袖的 我们虽然说我很讨厌那种拍马屁的人 但是我也很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这个能力是我所不具备的 我没有他们那种察言观色 而且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话那种 那种为别人着想那种心理啊什么 这个我确实确实挺佩服他们的 但是呢同时呢我也要说就是说 他们能作为人上人 但是他同时呢 他需要他周围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人来辅助他的 一些比较好的人来辅助他 如果说他这种亲和性的这个奇里斯玛 他一拿到大权周围胖的都是那些拍马屁的小人的话 马上就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理论的能够推理啊 整体都是乱的 逻辑链比较完整的 比如说YouTube上面很多这些在海外的这些华人 他的逻辑链还是比较完整的 在海外的这些YouTube上面的这个 讲理的那些视频呢还是比较多的 在国内呢讲感情的就特别多 就是最近的这段时间 他没有打过一场仗 没有赢过一个对手 是吧 没有做过任何一次这个孤注一掷的这个杜博 所有的都是呢 就是跟通过政治斗争 人和人之间的这些 这个儿于我诈的东西上位 是吧 通过他的表演的能力 是吧 同时呢他又没有什么很高的这个逻辑能力啊 没有说理的能力也不能够什么 口若悬河把你说服的那些方面 那么像这种人呢 我说句实在话 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不少见 我们一般吧 把这些人就归在奸臣里面 是吧 就是你在这个曹中上位 然后未有军功 然后你也不善说理 你靠的就是这个亲和性的这个表演能力 那么你这种人啊 一般在历史上的评价 就是叫奸臣 但这样好还是不好呢 实际上我也不是那种畅衰中国论 我只说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这么一个时期 就是一个奸臣当道 然后大家就是互相拍马屁 然后这个亲和性齐里斯马 你现在这个中共领导层 他周围那些人 我跟你讲 他就可以组个戏班子 就是五星级演员 全部都是老戏国 都是很会演戏的 这个能力是不得了的 你都不能想象的 你想想看 这个这几个人的那一台戏 就不知道有多好看 是吧 那个能力实在太强了 什么刘小庆 什么这个那个 什么你什么范冰冰 什么你还拼演技 你又拼演技拼不过那些人 就是现在这个 这亲和性齐里斯马的那些 超级演技能手 都是在中国这个 现在是最高位里面 当然在历史上呢 我们会把它说成一个叫做 奸臣的时代 但是实际上是 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时代 好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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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